畫面上一頭野牛突然發狂 往民眾方向暴衝 發現事態不對 男子牽起小孩小羊逃跑 卻似乎把他惹毛 野牛情緒幾乎失控 直接往人身上撞 最後一群人趕緊逃跑 才得以脫困 這起事件就發生在美國黃石公園 當時男子帶著家人走在步道上 卻被一頭野牛衝撞 加上一群人沒有立即離開 導致其中一人手受傷 事後黃石公園也發公告表示 就有動物靠近必須給牠們足夠空間 避免遭到攻擊 不過黃石公園早已不是 頭一次發生類似事件 畫面上的男子不斷垂胸 並朝著野牛大吼 挑釁舉動讓野牛直接發怒 朝他撞上去 另外在猶他州也曾發生類似事件 證明女子只因在慢跑就被野牛攻擊 導致女子腳骨折手臂也多數擦傷 事後女子保持冷靜順利逃過一劫 不過野牛攻擊事件層出不窮 不管是人類故意挑釁 還是無辜被攻擊 往往都會造成受傷意外 動物專家就表示野牛奔跑速度 是人類的三倍 而牠們頭上的腳則是用來捍衛自己領域 說人類不去挑釁 或是主動保持距離 才能避免讓開心出遊 變成意外悲劇 三里新聞傳授報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